如果将中国古代实力最强的武将进行排名 那么谁能挤进前十呢 是西楚霸王项羽 还是无敌战神白起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第十 武生关羽 关二爷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三国时期蜀汉的著名将领 他身长九尺 丹凤眼 卧凡眉 面如重枣 纯热土纸 相貌堂堂 威风凛凛 其武艺高强 首饰一柄82斤的青龙点月刀 令人闻风丧胆 在三国中 关羽水盐七军 温九斩化雄 关群同中取炎梁文成首级 如探囊取物 二有过武官斩六将 秦获敌军将领域禁等等 可谓是战功赫赫 威震华夏 因此被控制尊为武胜 尽管最终因为政治权毛而身亡 但关羽的事情和精神 将永远银记在历史中 第九 非将军李广 但是龙城非将在 独教虎马杜鹰山 可见李广当时之威信名誉 他是汉武帝时期的著名大将军 唐德宗史 名列五庙六十四将之一 宗徽宗史 追封怀柔柏 威列宋五庙七十二将之一 同事也是古史里 提及最多的名将之一 李广常年与巡逐斗争 立下了汉马功劳 可以说他为保护国家奉献了自己 青春 这份爱国之行 足以名垂天谷 不过可惜的是 元寿四年 沃北之战中 李广任前将军 以名师道路 未能参战 奔溃自杀 一代名将就此涌落 第八 李存孝 千古第一猛将 被称为飞虎大帅 所以亡不过相 将不过理智美誉 他精通兵法 善于谋略 骁影绝伦 天下无双 曾镇压皇朝起义 收复陆州 讨伐游州 在战场上 李存孝一人能当万人之敌 勇武无比 所向披靡 空无不克 战无不胜 一度令对手 闻风丧胆 不过最终却因极度被杀 弱了个五马分尸的结局 第七 风狼军事霍去病 后续便是中国历史上的 传奇将领 一位天才少年 他一句 匈奴不灭 何以家为 至今传颂不衰 后续并一生 从无败语 其自创的闪电战术 更是战功赫赫 他十七岁 就被封为冠军侯 十八岁被汉武帝 任命为嫖妖校尉 两处定乡公冠全军 十九岁 升任标棋将军 只会两次 河西之战 歼美和招降 河西匈奴近十万人 当然这也是 是华夏政权 第一次占领 河西走廊 从此四周之路 得以开辟 二十一岁 统筛三军 纵横末北 一生四次领军 出击匈奴 军大获全胜而归 兼卫匈奴十一万多人 降伏匈奴四万一众 末北之战 消灭匈奴 左部主力七万一人 风狼继续 此后 风狼继续成了 后世将领的最高主 只可惜天主英才 或计并在二十三岁的时候 就因病去世 一代天才少年 就此陨落 第六 韩信 第一次韩信 将是大家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游戏里面的角色 对其功绩少之又少 然而之所以将他排在这个位置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 韩信是西汉开国功臣 出汉三杰之一 被后人尊称为兵仙 他由勇辱谋 将兵家谋略发挥到极致 在战争中 勇敌百万雄兵 同战必胜 职位 低兆 灭楚 镇四方 名垂青史 威震天下 是秦末汉初 战绩最耀眼的一位人物 被誉为国士无双 军事奇才 如果没有他 刘邦这辈子 估计都不能一统天下 毫不夸张地说 他至少是半神级别的人物 第五 岳飞 三十功名陈于土 八千里路银河月 莫等贤 白了少年头 空碑切 说到岳飞 大家的第一印象 一定是惊功报国 岳飞是南宋抗击名将 被誉为南宋中兴四将之首 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头英雄 不仅具有独特的战略眼光 更以严明的军技治军 深受士兵爱戴 在战场上 多次击败金军 保卫了南方的稳定 为南宋的崛起 做出了巨大的困境 然而 由于政治斗争和内部矛盾 约飞背叛莫须有的罪名扶死 成为千古一大冤案 第四 燃敏 燃敏是十六国时期 燃威的泰国皇帝 他以其勇武俗称 是五道天王和杀户令的颁布者 正因如此 燃敏成为了一名 备受争议的人物 或人对其的评价 好贬不一 据史书记载 燃敏身高八尺 萧宇神战 百战百胜 全美战皆宜少胜多 然而燃敏的命运并不顺随 他在突围时 被敌军将领寻货 在龙城被斩首 第三 战神白起 白起被誉为 战国四大名将之首 外号杀神白起 他以其出色的军事才能 和战术智慧而闻名 一生参与大大小小 七十余战 略成百座 斩杀百十万人 据记载 战国时期 共战死二百多万人 白起一人独战一半 可见他的战绩辉煌 纵观整个战国时期 亦无人可比 在天国一统天下的 四场重要战役中 白起的战绩 可谓是标比天国 所以白起是战国时期 无可辟提的一位猛将 这点毋庸置疑 第二 西楚霸王项羽 项羽是中华数千年历史上 少有的勇猛武将 光从羽之身勇 千古无二的评价 就知道项羽是一个 多么猛的人 年少时就可举起 天金铜鸣 这种势力可以说 绝无仅有 霸王一词也是专指项羽 其战绩辉煌 至永无双 升平八十余次战斗 可谓百战百胜 其中步伐已少胜多 而且大多是正面交锋 从不完军事谋略和套路 然而项羽的野心和骄傲 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 在楚汉之争中 他虽然多次获得胜利 但最终却败于刘邦 在吴将之战中 向羽选择最稳 结束了自己辉煌的一生 第一 兵胜孙武 孙武又称兵家之胜 有百世兵家之师 东方兵学彼祖之美誉 通常我们熟知的孙子兵法 正是出自孙武之手 而孙武领军打仗 可谓是战无不胜 与吴子虚率无军破除 五战五谷 率兵六万 打败楚国二十万打军 创造了当时 中国军事史上 比少胜多的奇迹 为国国立下了 卓著战功 还是中国历史上 影响力最大的武将 没有之一 中关者和中国历史 也只有项羽 获取病之类的战神 能与其比肩 所以将孙武排名第一 实际违归 你知道在三国中 谁才是用枪最厉害的武将吗 既不是长盛将军赵云 也不是西梁级马超 他们甚至都挤不上前列排名 第一名的实力 至今无可撼动 现在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三国十大枪王 第十 姜维 蜀汉大将军 三国后期最为璀璨的将星之一 同时还是诸葛亮培养的这班人 姜维无论在武力 还是兵法方面 都算得上是三国后期的顶尖高手 再还是未讲师 姜维就和枪法高手赵云交过手 他手持绿尘枪 凭借一套出身入化的江家枪法 与赵云大战数百回合 不落下风 反而是老年赵云 面对正直壮年的姜维 有些撑不住 姜维一声擅使大枪 加上自身拥有绝妙枪法 连打胜仗 屡见其功 从在三回合内击败司马师 三回合击败天水太守王岐 一回合击败京城太守杨兴 一枪将溃败状态下的徐志挑翻 可以说姜维胆如斗大 武艺高强 被称为后期将王 也毫无疑问 虽无法与巅峰时期的 五虎上将相提并论 但在三国后期 姜维绝对是一线水准 第九 张和 张和是河北名将 初为袁绍婚下效力 与炎良 文丑 高揽 并称河北四庭柱 后称为曹魏名将 隋曹操 龚如环 扩马超 翔张炉第一点战功 在三国演义中 张和可谓是一流武将的标杆 枪法更是出神入化 关渡之战 与张辽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负 挖口关前 与张飞交手五十回合 也未能分出胜负 汉中之战 与黄中对峙二十回合难解难分 不过他的实力 却总是飘忽不定 威水之战二十回合 被马超击败 与赵云交锋三十回合不敌 把马败走 所以张和的实力 还真不好说 虽然他与武虎上将中的四位 均有过交手 但相比起来 还是要做一个档子 可如果真要拼死搏斗的话 交战三四十回合 应该不成问题 第八 张辽 三国时期 曹魏著名将领 曹老板手下的五子梁将之首 此人文武双全 能力惊人 曾率领八百勇士 大破孙权十万大军 创造了三国时期 为数不多的著名战役之一 当然他还擅长使用刀枪 但枪法略次于刀法 在关度之战中 张辽持刀六七十回合 战平了张和 在和非之战中 七八十回合 战平了太史词 还一刀斩上了踏盾 不过张辽的枪法也不弱 在吕不挥下时 他曾持枪与下胡敦 不分伯仲 五十回合战平了灵筒 这样的战绩 不愧称得上是五子梁将之首 第七太史词 东汉末年名将 原为刘瑶不响 后被孙策收响 相信大家只觉得 太史词剑术高超 在营救北海军时 他可以八面射之 硬弦落马 还能一箭射穿 敌将的手掌 将其定在墙壁上 却不知他枪法也是如此 在神庭之战 太史词与孙策 攀战百余回合 不分胜负 后在和非之战 与张辽大战五十回合 也难解难分 虽然战绩较少 但从他与孙策一战 就足以体现 其枪法之高 体力之强 对人认为论单挑 太史词在江东中武将中 堪称魁首 第六孙策 人称江东小霸王 鼓励之在中枢湖军阀中 仅次于吕布马超 平定江东时 孙策三回合 生擒并挟死于非 大喝一声 吓得凡能坠马摔死 其实力可见一般 在三国演绎中 孙策也算得上是一位 勿枪猛将 在神庭领之战 他与太史词大战 上百回合难分胜负 最终双方各自挣扎了一会儿 还是没分出个胜负 所以孙策和太史词的想法差不多 虽然他的战绩很少 但总的来说还算可以 因此将他排在第六 第五文阳 文阳是三国后期的猛将 素有小赵云之称 山史长乡和钢鞭 有着万夫不当之勇 越加重之战 文阳从协陵2500士兵 袭击司马师 厮杀一夜 枪朔鞭打 无人可打 打得卫军重将 鬼呼狼嚎 甚至惊得司马师 眼疾复发而死 另外文阳与邓爱 单挑五十回合战平 只可惜文阳的援军 迟迟未到 不敢念战 所以最终选择撤军 就在文阳撤退途中 卫军重将不甘心 带着人便去追杀文阳 结果卫将接连追杀四五次 都被他一人杀退 毫不夸张的说 七进七出这个词 就是用来描述文阳的 果然是后生可畏 第四文丑 河北第一用枪高手 与炎梁齐名 实力非常强悍 属于超一流高手 因为关羽轻易斩杀 而被人忽视 盘河一战 文手策马主枪 直杀上桥 石渝和大败公孙战 一人联斗七元战将 斩其四 伤其三 最深毫发未损 随后又与赵银大战六手会合 不分胜负 严禁之斩 独战循晃 张辽 并将张辽射翻 其实力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 马超 三国时期的著名将领 以其出色的枪术 而被赞誉为枪神 他是刘备麾下五虎上将之一 手持神枪名为虎头战轻枪 其枪术威力惊人 纯确无比 犹如飞风中一般的攻势 给敌人造成巨大的压力 让人难以抵挡 在战场上 他身受敏捷 出手迅猛 能够九回合拜余镜 二十回合拜张和 在同关之战 杀子曹操割须气袍 加盟关之战 与张飞大战一整天 不分胜负 其武力可贴一般 第二 赵云 长盛将军赵云的名字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 他在长满坡七进西出 可谓是家喻户晓 但即便这么强 为啥我还是将赵云排在第二呢 别着急 且听我息息道来 我们都知道 赵云一出世 便与文楚大战六十回合 不分胜负 三十回合击败张和 三十回合战平虚楚 长满坡七进西出 视曹操八十三万大军 如草芥 挑判曹将五十余元 而长满坡之战 张飞听闻赵云投敌 表现非常愤怒 并直言要是发现 直接将其一枪干掉 很明显在张飞眼中 赵云压根就不是他的对手 当然这点还不足以说明什么 所以现在以徐楚为参考对象 赵云只能和徐楚打成平手 而张飞却能够吊打徐楚 很明显张飞比赵云更强 以文楚为参考对象 赵云只能和文楚打平 但关羽却能三回合击败文楚 而在关羽眼中 张飞的实力不属于他 也就是说张飞比赵云更强 总的来说 赵云枪法略低于张飞 故此将其排在第二的位置 排在第一的是张飞 张飞是三国时期 蜀汉的武将 被人们尊称为万人敌 可能现在会有人说 即使用的武器不是杖八十矛吗 但其实矛使用起来 以枪无益 不过话说回来 张飞凭啥能排在第一 有啥资格当三国第一枪神呢 答案是战绩 他能施灰和赐死祭灵 三五十灰和战平张河 敢多次挑衅宇布 并且和吕布大战不分胜负 相信在普京之下 敢这样对吕布 也只有张飞一人了 所以单从此乡战体来看 三国第一枪神当中无愧 如果将世界十大帝王放在一起 那么谁才是最强的 是蒙古之王成吉斯汉 还是法兰西第一皇帝拿破仑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第十 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是俄罗斯首位皇帝 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大帝之一 他不仅是杰出的统治者 更是改革的先驱 俄国人之所以能腰板垂直 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 彼得大帝在位期间 先后赢得大北方战争 和布尔塔瓦战役 并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 展现出卓越的军事天赋 而他的政治才华 同样让人钦佩 大胆实施改革 这也兴了内外贸易 推动了工业发展 同时还组建了俄国第一支强大的舰队 这些努力让俄罗斯 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 即是欧洲强国之列 彼得大帝因此被誉为 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沙皇之一 第九 汉姆拉比 汉姆拉比是古巴比伦第六任国王 他对全球都有着较高的影响力 颁布的汉姆拉比发展 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堪称人类法律史上的巅峰之作 汉姆拉比在位期间 建立了中央极权政治 为古巴比伦的经济文化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并且他还通过一连串战争 征服了邻国的拉尔萨 将巴比伦的统治区域 扩展至整个两河流域 从而使巴比伦第一王朝达到全胜 不过他人生中最大的败比就是 没有一个合格的继承者 继承他留下来的东西 可谓是人间遗憾 第八 耶哈杰·林纳二世 耶哈杰·林纳二世 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作为俄罗斯帝国的女皇 她是俄罗斯历史上 唯一一位被尊称为大帝的女皇 也是唯一一个比古得天要厉害的女皇帝 第七 伊丽莎白一世 如果要说谁才是英国人心中最伟大的领袖 那肯定非伊丽莎白一世莫属 伊丽莎白一世是英格兰最后一位女皇帝 因其一生未婚 而被后人称为童贞女王 在她任职期间 英格兰经济繁荣盛 文学璀璨辉辉煌 一度涌现出莎士比亚 黑根等著名人物 军事上各有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参登成世界首屈一指的海局强国 为大英帝国打架的坚实基础 使英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因此伊丽莎白时代 被誉为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第六 军事坦丁大帝 军事坦丁大帝不仅是罗马帝国的创造者 各是历史上信仰基督教的第一位皇帝 他于公年313年颁布了米兰诏书 承认基督教为合法信仰 为其信徒赋予宗教自由 此后他在公元330年 将罗马帝国的首都签至拜占庭 并更名为军事坦丁堡 军事坦丁大帝所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极大的促进了欧洲从奴隶制社会 向封建社会的转变 其中包括废除了斯蒂公治制度 划分全国为四大行政区 进行行省和军政改革等 他因此被誉为西方的千古一帝 是世界公认的四大帝王之一 军事坦丁大帝的存在 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主要功绩 包括迁都军事坦丁堡和半部米兰设令 这些举措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并连续击败了日尔曼和不列颠 展现出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军事勇气 随后他率军占领罗马成功击败旁 一举夺取了政治上的最高全部 成为当时罗马帝国的无可争议的领袖 凯撒不仅是罗马帝国的开创者 更是推动了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型 他拓展了罗马帝国的疆土 用其军事材质和政治手段 使得罗马成为古代世界的霸主之一 他的独裁统治 被视为罗马帝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 成为古代世界不朽的一部分 第四 拿破仑 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 16世纪最著名的军事家 政治家 同时还是法国历史上 第二位享有法国皇帝称号的人 拿破仑可以说是站在神坛上的男人 他一生征战60多场 胜率高达80% 几乎以一己之力 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 建造了庞大的拿破仑帝国体系 他的征服和政治改革 推动了欧洲的现代化进程 尽管最终失败了 但他的功绩永垂不朽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 他颁布的1804年拿破仑法典 被视为法律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对于现在法律体系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 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的名字可谓是震耳欲龙 他首先统一了整个希腊 接着又横扫了中东地区 最后更是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埃及 波斯和印度的地 创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帝国 亚历山大对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交流 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创造民族地位平等 西上通婚 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征服行动扩大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力 推动了希腊文化在东方的传播和发展 对于世界史上公认的军事天才 亚历山大大帝是一位具有实力的军事家政治家 在公元前三二三年 亚历山大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 领土面梯最广阔的国家之一 第二 成吉思汗 蒙古帝国的创始人 成吉思汗是蒙古人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杰出的征服者之一 他巧妙地统一了蒙古部落 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征服了亚洲和欧洲的大片领土 尽管铁器的征服手段 非认为有些野蛮残忍 但这也促进了欧亚大陆之间的相互影响 打破了各国之间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壁垒 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经济的繁荣 成吉思汗一生参与了60多次战争 除了13亿之战 因实力悬殊而主动撤退外 一生从未有过败借 因此将他排在世界征服者的第二位 毋庸置疑 第一 秦始皇 秦始皇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 他通过征服六国 实现了中国政治和文化的统一 建立了庞大的帝国 同时他还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 包括统一杜粮红 货币和文字等 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和繁荣 在治理方面 他颁布了秦始皇书同文 飞行车同轨 被除分封制度 设立军线以及修建迟道 实行了三宫九卿制度 在征战方面 秦始皇十年内 灭掉了六国统一了天下 并击败了匈奴 征服了百岳 正是秦始皇的出现 才结束了春秋战国的长期战乱 为中国带来了统一和稳定 同时也孕育了中国民族的认同 他奠定了中国和久必分 分久必合的大统一思想基础 如果没有秦始皇 中国或许像欧洲一样 仍然是一盘散沙 也不是军事联盟中的余侯伟 甚至就连同阙台中的周润发 也只能排倒数 第一名的地位至今无可撼动 今天我将以由刹到好的形式 攀念出十个最具争议性的 曹操半野者 对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第十 郭德纲 在电影《月光宝盒》中 郭德纲饰演的曹操 看出史上最为逗逼的版本 披头散发 胡子拉差 身材油腻 衣衫败主 没有半点英雄的霸气 和萧雄的奸诈 特别是那飘逸放荡的造型 仿佛自带未尽衣冠的风流 但郭德纲的体型矮胖 脸不圆润 这点倒和历史上的曹操颇为相似 可以说在他演绎的众多角色中 曹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 不过郭德纲的舞媚版曹操 着实雷倒了不少人 被指不尊重仙人 当然考虑到影片本身 以戏剧为主题 郭德纲所扮演的曹操 只是为了活跃气氛 大家也无需太不较真 第九 周润发 说到巴格 相信大家第一印象 就是他出演的赌神 但你可能不知道 巴格其实也演过曹操 在同学台中 周润发饰演的曹操 那叫一个绝 虽然其自身体材偏袍 身材回伍 压根就没有曹操那种 奸诈的气质 但他却是将曹操身上的霸气 可谓是演绎的淋漓尽致 每一个眼神和脸部的表情 都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这点让观众看得十分过瘾 不过由于这部影片剧本 实在太差 即管允计了苏友鹏 刘亦飞 终认发走大咖 也无法挽回 他在某万5.1平均的结局 第八 赵立新 在电视剧《盖世英雄曹操》里 赵立新所塑造的曹操 飞奸飞雄 且演技用力过猛 根本不像曹操 一点也没有 东林杰石以关操海的豪气 甚至在念及短和情这一段时 也显得有气无力 缺乏曹操拥有的气势 略显平淡乏味 然而若细细品味 整不去的细节 还是能够发现一些亮点 赵立新塑造的曹操 眼中透露出的忧郁 往不去说着 内心的挣扎和矛盾 这种深沉的情感表达 使得观众更能深入理解 曹操背后的故事 也让角色更加丰满立体 赵立新的曹操 不仅是一个铁血豪杰 更是一个有血有肉 情感丰富的人物 因此将其排在第八 第七 柯俊雄 他曾凭借一代 骁兄曹操中的精湛演技 荣获金马奖影帝 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尽管他所饰演的曹操形象 与内地剧集的风格 有所差异 但正是借助 他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 这一角色 得以注入新鲜的活力 和独特的魅力 他的演绎 不仅仅是对角色的简单诠释 更是一场关于 历史人物的深度角度 通过他的表演 观众得以深入了解 曹操内心的挣扎和矛盾 以及他所处时代的复杂环境 这种演技的精湛之处在于 他不仅仅是将角色 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更是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其中 使得角色更加饱满力 更加具有说服力和感染 第六 普随心 普随心老师 在曹操与才能机中的表演 将曹操塑造成一个 极具人情味和文人风范的形象 身材高大 相貌英俊的他 演绎的曹操 不仅展现了出色的维雅气质 和浪漫情怀 更是将角色的人性 与复杂性 展现了淋漓尽致 他所饰演的曹操 在突出文人气质 和情感细腻方面 表现得尤为出色 然而出现于作品本身的爱情主题 曹操在剧中更多呈现了 文人的柔情和情感内面 而缺少了一些枭雄的霸气 尽管如此 普随心老师通过精湛的表演 使得曹操这个历史人物更加立体 更加具有感染力 令观众对其角色深感精彩 第五 姜文 在电影《关于长中》 姜文被称为最另类的曹操 虽然他不是这部电影的主角 但展现出来的气势 却超越了主角关于 尽管这部影片没有打戏 但文戏却挥洒自如 女报京剧十分讲戏 不得不说 姜文无论是戏场 还是演戏都非常在线 有人觉得姜文版曹操 其实不是霸气 而是一种匪气 以至于有人戏演 曹操真是历朝历代 演姜文演的最好的演员 姜文扮演的曹操 以陆林好汉 和江湖老者的形象出现 与大前独揽 傲视天下的肖雄形象 截然不同 因此有许多网友评价 姜文这种粗汉子的形象 不适合演曹操 更适合演徐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姜文版曹操 整个牌的定谷之原因 第四 张丰逸 在电影《吹壁》中 张丰逸饰演的曹操 相较于其他版本 出现出来的形象 更显高大威猛 独怒自威 他的表演充满了英雄气概 仿佛将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展现出了锋芒毕露 气势逼人的降帅风范 然而 与一代肖雄的奸诈相比 张丰逸所饰演的曹操 显得过于正直 缺乏一些曹操特有的 狡诈和阴谋 尽管如此 他所展现的英雄气概 和降帅风范 依然让人意识深刻 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争气 也为角色踪天了骨头的魅力 使得张丰逸所饰演的曹操 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意义 顾将其排着第四位 第三 于河伟 于河伟在2016年上映的 《军事联盟》中 扮演曹操一角 他呈现出了一种更加奸诈 更具谋略的形象 这个版本的曹操 凸显了一代枭雄的霸气 无论是神态 动作还是语言 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于河伟版的曹操演得比较丰满 形象更加全面 这种角色呈现给观众的印象 极为深刻 因此成为该电影的一大亮点 当然有意思的是 他在《新三国》中 还饰演了刘备一角 那句 展现得淋漓尽致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 他似乎有些过于温和 缺乏了乱世奸雄的气质 尽管如此 在很多细节上 陈建兵的表现 却非常到位 他塑造的曹操 更像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而非传统意义上的 萧雄现象 这种真实感 使得他的角色 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整体来说 陈建兵版的曹操 虽不是最好的 但名场面一定是最多的 第一 报国安 报国安的曹操 确实无可挑剔 既有英雄的霸气 又有枭雄的奸诈 直至今日 他的表演依然被视为经典 无论是神态还是姿势 报国安都演绎出曹操 沉稳干脸 狡猾残忍的性格 甚至连他的眉毛和眼睛 都成了戏剧性的元素 作为老戏 报国安凭借着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就能栩栩如生地 露落出曹操的 雄才大略 慷慨霸气的形象 即便是站在那里 他也能完美展现曹操的形象 毫无表演痕迹可言 因此 他的曹操无可撼动 所以将他排在第一 实至名归 毕竟 别人是演曹操 而他就是曹操 你知道哪个国家的铠甲最强吗 既不是印度索子甲 也不是日本铜丸铠甲 他们甚至都排在倒数 第一的地位至今无可撼动 现在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实践不同国家的铠甲 第十 铜丸铠甲 铠丸铠甲最早源自于日本 大多数铜丸 以竹和皮革为主要原料 材料简单 制作粗糙 可谓吝啬制作 当然铜丸的组装过程非常简单 如铠甲的压腹 包扭 主体的胸板 身甲 以及腰下的草折 凌风板构成 从头到腿都有覆改 就是防御能力较差 毕竟是用竹子和皮革打造而成 起初 这种铠甲主要配备给 古代日本的下级武士使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尤其是南北朝时代 铜丸铠甲逐渐升级为重要的武装装备 并开始在上级武士中流行起来 不过 与下级武士的铜丸相比 上级武士的铜丸更为精致 而且一般还配备了坐骑 第九 锁子甲 说到锁子甲 相信大家都会觉得 这是我国的产物 其实不然 它是由古代印度所制作的一种防护装备 这种锁子甲主要是由金属铁片打造而成 所以防御力绝对比铜丸铠甲要强上许多 不过 锁子甲的制作过程却相当复杂 锁子甲上的每一个小铁圈都必须在监合处取平 并使之重叠 然后钻洞 再扣上柳钉以避免脱落 最终的成品大约有17000多个铁圈在铠甲上 这件穿起来非常的沉重 虽然它的防御力确实不错 但是由于过于笨重 实用性并不是特别好 因此将其排在第九个位置 第八 甲骑具装 在南北朝时代 甲骑具装是最为辉煌的时代 其制作主要为铁甲扎片 这种制作方法便于替换和维修 甲骑具装 即人甲和马甲的合称 是古代中庄骑兵的防护装具 历史上 有名的铁壶图就属于甲骑具甲 当然 甲骑的战马多半屁股马铠 而标准的马铠 由六个部分组成 面帘 机颈 当胸 马身甲 搭后 寄生 面帘主要保护马体面部 机颈则保护马的颈部 当胸 马身甲 搭后 就是马体中后的大片护甲 至于寄生 就是放在马尾部 航代以后 甲骑重骑兵 因机动性问题 逐渐被马不披甲的 轻骑兵所取代 17世纪以后 由于军事战术的进步 以及火器的普及 巨装甲骑 便从中国历史中 逐渐消失了 第七 哥特式铠甲 这是中世纪 欧洲最著名的 骑兵铠甲之一 此铠甲 能够遮盖全身的每个部位 尽管重量达到了25公斤 看起来似乎有些笨重 但其实机动性 却相当不错 这责于铠甲 在关节部位 采用了皮革而非金属 并且在制作过程中 是以拼接工艺 而非直接一块块钢铁堆叠 这点使得铠甲 更贴合士兵的身影 更加符合人体工程学 虽然让骑兵在战场上 更为灵活自如 当然 科特式铠甲的防御力 也不容小觑 一般的刀剑卡在身上 几乎不会受到伤害 可谓是最强大的武装之一 第六 不仁甲 不仁甲是宋朝步兵 所使用的一种中型铠甲 以其出色的防御力量 而闻名于世 不过缺点也显著 那就是重 它是中国历史上 最重的铠甲之一 是由近两千甲片组成的铠甲 重量一般在七十斤左右 相当于每个士兵在打仗时 身上还要拴两大桶纯净水 当然不仁甲 还可以通过增加甲片数量 来提高防御力 但随着甲片数量的增加 铠甲的重量也随之增加 从而影响了士兵的行动灵活性 仅仅如此 对于宋朝军队来说 只有这样子的有效对抗辽军骑兵 不至于在战场任人砍杀 而毫无还手之力 后来宋朝皇帝下令 规定步兵的盔甲 重量不得超过约30千克 以确保士兵在战场上灵活激动 同时保证他们的安全 第五 罗马盔甲 罗马盔甲的起源 可以追溯至古罗马初期 这种铠甲相对简单 通常由铜制成 采用胸甲和护膝等单一部件 用于保护士兵在战场上 免受敌人攻击 随着时间的推移 罗马盔甲的制作技术逐渐提高 材料也从铜转向了钢铁 这也使得铠甲更加坚固耐用 能够提供更好的保护 这个时期 铠甲也开始覆盖更多的身体部位 当然 罗马盔甲的设计不仅注重防御性能 还考虑着士兵的灵活性和舒适度 总的来说 罗马铠甲以其优秀的材质 和精湛的制作工艺 为士兵提供了较高的防护措施 第四 棉甲 在中国战场上 棉甲是一种用棉制品制作的战衣 用于提供保护 但随着中国战场上火气的出现 传统的重型铠甲显得不堪一击 于是 在元代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甲肉 既以外部为材料 内部嵌入铁片的布面甲 这便是棉甲的前身 棉甲最早出现在元代 后来在明清时期更为盛行 青军的棉甲最初是从明军水空缴获的 后来他们对其进行改进 使其更加适应战斗需要 与传统的重型铠甲相比 棉甲制作容易 价格低点 无需量身定做 因为方便大批量生产 而且重量轻 此外 棉甲还具有良好的防寒保暖效果 对火气的防御效果非常出色 可谓是早期火气的克星 第三 米兰铠甲 这款铠甲是欧洲最著名的铠甲之一 也是我们在奇事类类电影中 经常看到的铠甲 它线条圆润 外形漂亮 给人一种英姿萨爽的感觉 并且通体如金刚打造而成 在薄弱的位置都加了护板 还不影响穿戴者的灵活性 可以说将防御和激动性发挥到了极致 但这种铠甲的抗出异能力极强 能够通过流体力学原理 将击打来的力量 均匀分散在整个甲上 使其穿戴者毫发无伤 米兰铠甲的抗打击程度 甚至可以抵御早期的火枪 这一点可以说非常牛逼了 第二 山文甲 一种至少在唐朝 就已经出现了的典型中国绣盔甲 后作为武将铠甲 流行于唐宋明 山文甲在明朝的时候非常兴盛 是明朝高级五官常代的铠甲 由于其甲片多为 山字形金属片组合而成 所以称之为山文甲 这种铠甲在制作过程中非常独特 它不需要任何一个甲钉 不需要一笔吸线 却依然可以使其在美学上更具观传性 当然它的防御性能很强 能够有效抵挡刀剑 而且在美学上也十分精美 体现了古代中国军事装备的 高度发展和文化内涵 第一 明光铠 唐朝时期堪称中国古代铠甲的巅峰制作 而其中与明光铠最为著名 这种铠甲的制作工艺极为复杂 通常用铜铁等金属构件拼接而成 铠甲表面经过仔细打磨 耗如明镜 在阳光下能够反射出耀眼光芒 因此得明明光铠 实际上明光铠的发明早在三国时期就已有记载 但真正大规模使用还是在唐朝 这种铠甲一套36公斤 只适合精锐骑兵船 其独特之处在于 胸前和背后的团圆形金属板 独成护心剑 这能极大提升战士前胸和背部的防御力 同时也提升了外观美感 唐朝铠甲不仅外观华丽 更在实用性上达到了巅峰 这彰选了唐朝在军事技术和装备方面的卓越水平 展现了其强大的国力 你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中 谁才是华夏第一神射手吗 既不是三剑定天山的薛仁贵 也不是百发百中的皇忠 他们甚至都挤不上前列排名 第一的地位至今无可撼动 现在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古代十大神射手 第十薛仁贵 薛仁贵是唐朝初年的名将 他征战数年功勋卓著 曾大败九星铁乐 降服高距离击溃突厥 当然他的传奇故事也不止于此 薛仁贵精通射箭之术 其中最为著名的辩识 三剑定天山 据史料记载 当九星铁乐 庸仲十一万相聚 并令乡有骑士数十人前来挑战时 薛仁贵临阵发三剑 射死三人 其余骑士射于薛仁贵神威 纷纷下马请降 薛仁贵城市率领军队展开进攻 最终大败了九星铁乐 因此三剑定天山的英勇事迹 也广为流传 第九 折别 折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大勇将之一 号称蒙古第一剑神 在蒙古对外战争中 剑功无数 是成吉思汗最器重的爱将之一 他的射术堪称古今无双 剑无虚发 有一剑双雕之说 在一次战斗中 折别只用一剑 便直接穿透了敌方主将的心脏 但这还不算什么 有一次成吉思汗的小女儿 因想观赏折别的剑术 竟在自己的头顶放了一老鼠 并要求折别射击 折别二话不说 搭上剑就射了出去 只听见嗖的一声响 老鼠瞬间被射死 而公主自己却丝毫感觉不到 由此可见 折别的射属极其高超 第八 楼梵 楚汉时期 四川第一神射属 楼梵臂力无比 百发百中 后备萧和登用 由川中派遣到前线 当时刘邦正以向宇 隔阂相对 双方不能转名相接 只能互相刺剑 但作用都不大 接着向宇迫于形式 邀请刘邦单挑 引诱刘邦出来 于是刘邦派出楼梵 迎接楚军挑战 可谁从想 楼梵射属高超 百发百中 当即一剑 命中楚国大将 丁弓 令他匆忙逃入营内 而后楼梵又连射三剑 三元楚国将领 重剑而亡 储君大惊 第七 皇忠 皇忠是三国时期的 蜀汉大将 他以神射无敌的剑术 而闻名 在长沙之战中 皇忠首次与关羽交手 关羽用拖刀剂 将皇忠击败 但不忍将其杀害 次日 皇忠既入关羽 未报关羽 不杀之恩 用弓箭指射 关羽 溃鹰 从这点不难看出 皇忠射数果真不一般 虽然说皇忠剑术了得 但在证实中 却很少提到他的射箭尽影 所以暂且将他排在第七 第六 王顺臣 这一位可以说是 把弓箭玩得出神入化了 他就是北宋大将 王顺臣 此人在宋军 与枪族的战斗中 立马狂澜 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战局 在这段时间里 王顺臣射出了上千支箭 并且箭无虚发 射到手指都破裂了 流出的鲜血染红了手臂 最终 凭借着王顺臣的神勇 和临危不乱 宋军才得以平安脱险 至此 王顺臣一战成名 战后 王顺臣因公受到了朝廷的奖赏 王顺臣也被护士誉为 上下五千年 并箭指引 第五 吕图 提起吕图 大家都知道 他五足高超 人中吕图 马中赤兔 早已是家喻不响 除此之外 他的箭术在三国中 也是数一数二的 其中最为著名的 便是圆门射击 要知道 在距离大约150米的情况下 将剑射中方天化底的一个小只 实属不易 圆门射击的高难度 不仅体现在距离上 更在于精准度 吕图所展现的剑术功底 可谓堪称三国之罪 这一绝技被罗冠中形容为 公开如秋月行天 剑去寺流星坠地 争动描绘了他剑术之高超 第四 飞魏 飞魏是春秋时期的 著名神射手 被尊称为不射之射 他是继后裔之后 是中国历史上 最著名的神射手之一 可能现在也能会问 不射之射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飞魏年少时 跟着著名剑师甘绳学义 甘绳告诉他说 用剑来命中目标 这是射之射 处于基础射速 放弃弓箭 照样可以使天上的飞鸟 坠落下来 这就是不射之射 这种说法类似于 武侠作品中的人剑为一 练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弃剑不用 挥手弹指尖 就是剑起 第三 李广 人送外号非将军 他是西汉时期的名将 与其精湛的剑手 而闻名于世 有两句诗是这样形容他 林岸草通风 将军夜以工 平名寻白雨 莫在石林中 从诗中不难看出 李广的射数非常高超 他自有学习射箭 练就了一身本领 身体高大 两臂如园 灵活自语 常常是一剑射中敌人 应声而亡 也正因如此 他在抗击匈奴的过程中 立下过汉马功劳 只要匈奴听说是 李广率领军队 便躲得远远的 再也不敢来进犯 第二 后裔 这位是下国部落的神射手 他的剑术天赋 早在孩童时期 就展露出来 毕竟用弓箭 就能射死空中飞舞的苍蝇 后来又跟随 楚姑父亲学艺 使他的剑术 达到了东风造极的境界 传说中 天上出现十个太阳 后裔受人民委托 射落九个 至此给人民带来了生的希望 这里要解释一下 历史上出现过 传说中的人物 第一 养游鸡 养游鸡是东周楚国人 中国古代著名的神射手 由百发百中 百步穿羊制裁 号称养一剑 因为它一剑便可置敌于死地 养游鸡自由善剑 力大无比 两臂能够拉开千斤的重弓 传说中 它能够在百步之外 精准射中柳叶标记 并且一剑能够穿透七层铠甲 如今我们熟知的百发百中 百步穿羊 万箭穿星 这三个词语 都是出自它的事情 可想而知 它的射箭技术有多么厉害